19年的罪案数字呢,比黑豹前上降了9% 20年再上降7% 但是今年头一季,数字呢,已经下降了10%了 在国安法六个月生效跟六个月前比较了 纵火案下降了80% 破坏案件减少40% 整体的罪案呢,也减少4% 适逢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之际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 引用一连串数据来论证国安法在港实施近一年的承销 时间回到2020年6月30日晚 香港国安法正式勘献 香港的国安问题自此有法可依,执法有利 迈出自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社会游乱而至的坚实一步 警队在7月1号第一天就成立了警队的国家安全处 是专门处理香港国安法的落实和执行 国安法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 把以前法律上的漏洞填了 我们有法可依,执法方面呢就有能力了 自1977年正式加入香港警队至今 李家超已有40多年的警政工作经验 从早年间在刑事调查,情报等警务部门中捋破大案 到9年前正式加入保安局 接手处理2014年的战中事件 2019年的修例风波等 李家超从井半生,可谓身经百战 但他直言,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的这一年中 自己经历了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 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的责任 他把这个重要的责任呢 信赖我们推出政府 给了我们去总体负责 这个责任很大 压力肯定是有 但是压力也是一个动力 压力在几方面 第一,20多年来的问题 就在我们19年的时候呢 爆发出来 工作量大 问题很多是没有经验的 都是新的 怎么处理 而且要处理好 是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其他的一些攻击 包括呢 外国的所谓的制裁 霸凌行为 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影响的 但是呢 这个更代表我们做的事情是对 回顾过去一年 香港保安局的国安工作 李家超感触颇深 他说 如今香港社会的平静 与安宁来之不易 背后是数万名香港警务人员的默默付出 包括个人的安全受伤害 工作时间很长 没有休息 初时的时候的装备也不完备 受的攻击很严重 受到一些有毒性的 一些化学品的攻击 有受到负息性的一些议题 是攻击有一些同事 现在的这个精神系统都受伤害严重 而且他们的家人也被攻击 也被影响 对他们来讲的压力更大 但是呢 我感受到呢 他们是非常光荣的 拥抱 维护国家安全这个任务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就越干越近 说到这里 李家超露出了采访中难得的笑容 他认为 除却在短期内 稳住香港的社会局势 国安法的实施 也具有推动港人 逐步培养国家安全意识的深远意义 这正是确保香港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的关键一环 在最近4月15号 我们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里面看到参与的市民 积极的 而且越来越多人 明白国安法的重要性 支持度越来越高 在李家超看来 香港国安法大大遏制了黑豹 港独以及勾结外部势力的活动 使得香港市民的生活恢复正常 社会大体重回平静 但安全风险仍然存在 外国的势力还没完全停下来 所以我们继续要监察 第二个就是 还有一些破坏分子 港独分子还没洗心的 经过不同的宣传 医事 包括社交媒体 还是在宣传 一些港独的一些思想 破坏的一些思想 那么我们要继续监察管理好 第三个呢 当然我们更要小心 本土恐怖主义的一些活动 所以在情报方面 一定要做好 确实要随夕准备 可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国安法颁布实施 一周年前夕 香港警务处 国家安全处 已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拘捕苹果日报总编辑 罗伟光等五人 李家超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未来特区政府将会以最严厉的措施 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